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住了九年酒店的迪丽热巴,为什么从不考虑买房 得知背后真相,女明星的通病 迪丽热巴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女明星 她的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让人想要一直看着她久久无法回神 这两年的资源也是相当不错的,多部作品都是女一号的位置 并且还有不错的成绩,虽然她的长相极具抑郁气息 但是在诠释人物的时候,她总是能够弱化外貌的突出感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她也是出演的女配角色 尤其是《克拉恋人》这部作品当中,出演的女二号高文 可是风头实在是太过于耀眼,甚至比主角唐嫣还要更加出彩 也总是会隔三差五的登上热搜 也正是因为如此,让制作人意识到以她的长相来说 当女主角应该是更好的一种选择 后来她还在老板杨幂的戏里当过配角 在《三生三世》里她扮演的角色人物是活泼又可爱的青秋白凤九 很多观众都很喜欢她的古装扮香 因此杨幂也是给了她很多的资源 后来,因为杨颖生孩子 她去了跑男担任杨颖的位置 表现深受着大家的喜欢 她真实的一面也开始被众人所熟知 不仅如此,她还是极挑里面的常驻嘉宾 比起幽默感来说,她选择更加努力完成任务 应该没有人像她这样,能够同时在两部综艺里面都保持着不错的口碑 而在生活里的热巴,也被大家所关注着 从出道以来,她一直都是单身 从来没有任何飞闻传出来 而她更是在一档节目里 自曝从18岁出道到现在 一直都是居住酒店 并且从来没有考虑过买房的事情 很多人都很奇怪 一般来说明星名下都是有几辆豪车或者是几栋豪宅的 为什么她没有呢? 她则是回答 因为工作不稳定 总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非 没有确定下来要停留在哪一个地方 其实这样的话 很多女明星甚至普通人都有一样想法吧 虽然一直在外面打拼 但是没有归属感 如果是男生可以买房取弃生子定下来 而女生就不一样了 你有没有遇到这方面的困扰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